大家好,我是西雅图姐姐 感恩节到了家人团聚 饭桌上呢,免不了要有火鸡 那火鸡肉太多,往往都是要剩下来 所以今天呢,我就教大家用剩的火鸡 做两道既美味又简单的菜肴 凉拌手撕火鸡和三杯火鸡 先来做手撕火鸡 要一些蒜瓣,加上姜丝 然后呢,再放一点葱 喜欢吃辣椒的人,还可以放点辣椒 手撕鸡肉,顾名思义呢 就是用手把鸡肉撕开 鸡肉撕好了,我们现在来烧油 油烧热以后,放点花椒 有花椒香味出来了 就好了 现在把烧好的花椒油 倒在刚才配好的料上面 再加点酱油 记住不要加太多 火鸡本身是有咸味的 现在把配好的料浇到肉丝上 这个料做配料站着吃也可以 这道凉拌肉丝火鸡就做好了 下面来做三杯火鸡 大家都听说过三杯鸡 里面的三杯就是麻油 酱油和米酒或者是清酒 啤酒也可以 再加上九层塔 因为火鸡肉是熟的 我们用的料的分量呢要减拌 先倒麻油 然后放点姜片 翻炒一下 等姜片炒出香味了 再放入蒜瓣 蒜瓣在锅里炒几下 就把鸡丝倒进来 鸡丝翻炒几下以后就开始加料 先加生抽 酒 翻炒几下以后 再加上红辣椒 不爱吃辣椒的人可以放甜辣椒 或者其他配菜 现在把九层塔再加进来 然后盖上盖子 焖一会儿让它入味 不要焖时间太长 因为鸡肉是熟的 最后加点老抽 搅拌几下 香喷喷的三杯火鸡 就可以出锅了 如果你家里也有剩的火鸡肉 那就来试一下我今天推荐的 这两种既简单又美味的菜肴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订阅点赞吧 我是西雅图姐姐 我们下次再见